原来你都已经知道了 对啊 多亏了卓文元 让丽布那边递了话过去 现在我可是郭子健的典籍了 更思念你 这是同僚 演员之 臣在 你今天特意进宫 不是为了给朕表演木头桩子 到底长什么样吧 臣在思虑一件事情 此事关系到官家在民间的声望 臣想替官家分担一些压力 是以臣希望 官家可以将此事交由臣来完成 看你这举棋不定的样子 朕怎么有点不太相信呢 有何要事但说无妨 臣肯请官家赐予桑琪一个官职 就这事 可以影响到朕的形象吗 一来 桑琪确实榜上有名 于情于理 都可以获得一个官职 为朝廷效力 二来 桑琪首开了女子入国子剑读书的先例 全国上下 人尽皆知 如果可以善始善终成为一名女官 那官家兴办教育 岂不就成了一段佳话 你倒是说话好听啊 可你知道吗 女子当官争议颇大呀 那你再说说 替朕受过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国子剑正缺点击一支 不大不小 正好适合桑琪 如果有人反对 那陈既是他的师长 又是他的上体 所有矛盾都会指向陈 跟官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此一来 官家 既维护了科考的公正 又平息了民间的舆论 岂不妙在 国子剑典籍 很好 严远之 若是朕就是那个持反对意见的人呢 官家刚才不是已经将桑琪的任命写好了吗 你这是在给朕灌迷魂汤的是吧 朕不敢 还不敢 朕看你胆子够大了 朕不敢 公子 白石 替我更衣 去趟桑府 看来公子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桑小姐呀 好 小心 安妻什么时候来的 公子 我找下人问过了 苏小姐在您外出的时候就常来拜访夫人 一坐就是大半天 还有说也笑的 您看 要不要去问候一下 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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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提亲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向家里人交代 简直是乱了章法 我想如何安排我的婚事我之前说得很清楚 只不过不顺你们的意 你们冲而不闻罢 不许你这般胡闹 我告诉你 我们是不会同意你娶那个桑琪的 不同意 那我便自理门户好了 你 公子 你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 好消息都挂在脸上了 桑小姐一看就能看出来 对 你说的是 那我就假装事情没办成 来个先亿后阳给她一个惊喜 这主要 小姐 快尝尝我刚做的糕点 好 阿琪 四爷这是怎么了 感觉 心情不美丽啊 嗯 对不起 你入职点击医师 我没能把你搞定 哎 吓我一大跳 我以为你在说什么事儿 这事儿呢已经解决了 原来你都已经知道了 对啊 多亏了卓文远 让丽布那边递了话过去 现在我可是郭子健的典籍了 跟司业你 就是同僚 对啊 卓文远 对啊 他和你 四爷 这事儿咱们就不邀功了 毕竟桑琪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那天我还听四爷说 你刚入职力部 就去调剂这样的事情 有所不同 但今天人看怎么会这么快 我对阿琪从来没有功力之心 也从来不图什么 千金 都难化桑琪的一片笑容 我们多年的兄弟 你别说这话 说这话我容易恶心 四爷坐 没事儿 不错了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了 既然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我就先走了 你刚来就走 我还有事儿 真是惊喜 我看什么 我看你了 一定是 你 我看你回来 我看你了 你 你 我看你了